大家好,我现在老师在广西的玉林 今天坐着公交车,带大家欣赏一下玉林城市的风景 从这个道路两旁的建设来看 这个城市的绿化确实做得非常好 近些年获得的荣誉也是非常的多 享有了中国南方耀都以及国家森林城市 世界日用陶瓷之都 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 长座轮口大概为580万 全市一共是下车了两个区 一个市和四个县 总面积为1.28万平方千米 不得不说玉林的交通也是非常的拥堵 它的定理位置非常的好 比林粤港澳,前林北部湾 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 怎么说呢 它是处于华南经济圈与大西南经济圈的一个结合部 便捷的交通在四类呢 可以说是纵红交错 在整个广西14个地级市当中呢 玉林的知名度啊 它可以排在前四 而且它的综合实力呢 也是排在第四位 但是它的人口啊 却是位居广西第二多 仅次于首府南宁 可想这些城市 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虽然我们看这个老城区这里啊 高楼大厦并不是太多 但是从这个老城区就可以看得见 它这边规划的还是可以的 新城区呢全都是高楼大厦 那么提到玉林呢 就不得不说 它这边的狗肉节 这应该是在全国都是非常的有名呢 还有它这里著名的一个景点啊 云天宫也是很有名的 很多人来到玉林呢 就是慕名这两个而来的 当然了 玉林的风景民生区不仅仅只有云天宫 一共多达120多处 而且它现在这里也是有机场的 所以呢来玉林旅行还是非常方便 这是众多小众城市不具备的 所以一个城市既然有机场 它的实力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 因为有需求所以才建立嘛 玉林呢 它单单的责任也是非常的大 毕竟作为贵东南地区 长期的政治金融经济中心 尤其是当时水路交通比较溃滑的古代啊 玉林可以说是一度成为 岭南的著名城镇 在改开放之后呢 玉林又紧紧抓住了铁路 凭借着玉林人的特有精神 自力更生 敢闯敢拼 硬生生的闯出了一番天地 虽然很多人会吐槽 玉林再怎么强大也只不过是 管西排名第四的一个地级市 它的经济和综合实力呢 也确实是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要知道 玉林的水泥陶瓷 机械制造 电子产业 健康食品 服装 在全国都是非常的有名啊 所以带动了不少人的就业 你像我们穿的牛仔裤 很多的都是在这里生产的 因此玉林也被称为 牛仔裤之都 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内燃机生产基地 以及南方药材之都 反正被世人呢 一度被誉为岭南都会 确实实力是值得被肯定的 好吧 现在我们就好好的欣赏一下 玉林走着城市的建设面貌 电动大军也是非常的多 玉林走着城市的建设面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